这一块 要收汤了 收汤了,还早着呢 要卖点大利吉 要算这个多钱 这算是21 21 这个又多少 一几多吧 就把这一块切了 把这一块一起 23块9 23块9 走吧就买点肉 你太胖了 带不动你 你干啥呢 花菜 花菜你中间不才洗了吗 洗了也 擦也擦干净 干净一点 在我们家 天天都要擦也擦 嗨 大家好 我是帮妈 你们的假期都过得好吗 估计好多朋友都会选择 家里蹲 好花五日游是吗 我们一家三口凑肉脑 去了趟汉中玩了几天 哎呀 还是游山玩水的日子舒坦呀 昨天晚上才到家 今天赶快出来和大家见见面 免得你们想我 我也想你们了 今天帮妈给大家分享一个 不用炒锅和面包机 轻松做肉松的方法 这个方法可是我失败了两次 才悟出的做法 做法简单 省时省力 做肉松 鸡肉 牛肉 大肉 都是可以做的 我买了一块鲤鸡肉 鲤鸡肉比较嫩 它的香味组织细长 有助于做出来的肉松比较蓬松 在口感上更好 先把多余的筋膜去掉 鲤鸡肉顺着纹理 切成大厚片 切得太小 肉丝不容易起溶 还干柴 把肉片先下锅 焯一下水 加上葱姜和料酒 水煮开后 撇掉浮沫 捞出 炖肉应该是冷水 还是热水呢 有一句话说的好 热水肉 冷水汤 热水炖肉呢 使肉表面的蛋白质 迅速凝固 这样能锁住肉类的香味和营养 放上葱姜 八角和桂皮 盖上盖子 三十分钟 一口锅是带微压功能的 直接炖肉也很方便 最多三十分钟 妈 我想剪海苔 你要干啥 我想剪海苔呀 你也知道我剪海苔呀 那你去拿个剪刀吧 好不好 小奶奶给你拿个剪刀 你也剪 奶奶不拿 我没有剪刀 我的剪没有剪刀 剪不了这个呀 你咋剪 你咋剪 你咋剪呀 肉炖了有三十分钟 用筷子轻轻的扎一下 能扎透 而且很容易撕下来 就熟了 捞出来 撕肉真的是慢性活儿 我就在琢磨 能有什么更快的办法吗 让我想到了打蛋器 把肉先随便先撕开 别用撕得太细 等会儿要用打蛋器 去打成细子 给肉入个味儿 加上盐 糖 生抽 老抽 蚝油 调味儿 把肉丝装进比较深一点的盆里 最好选这种生盆 在打的时候 不至于肉丝剪得满到处都是 打丝的过程 差不多有两分钟左右 基本上就能看到 比刚才那个肉条 已经变得非常的细了 很均匀的细长条了 米尼一根一根丝 真的是非常的省事又省力 家里没有面包机 好多朋友呢 做肉松的都会去炒哈 费时费力 还麻烦 前后得花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而且会出现的肉越炒越干 还不起容 咱们今天就用微波炉来做 成功率高 只需要10分钟就能搞定 我是刚开始设定了设定了3分钟 时间不够又加长了2分钟 第一次微波炉打5分钟 打了5分钟 肉丝已经变得拌干了 再倒进盆里 用打蛋器继续搅打 肉丝拌干的状态呢 打不到2分钟 就已经能看到 毛茸茸的肉松了 但是还是能看到 没有搅开的肉丝 说明烘烤的时间不够 还要再继续 是不是有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把肉丝 你要分两次微波炉打呢 如果一次性烘干呢 很容易它烘干过头 再搅打就成了粉末 分两次微波和搅打 更容易起容 而且不会干硬 第二次微波炉打5分钟 肉丝这时候已经烘烤得非常干了 倒进盆里 最后一次搅打 最后一次搅打的时间不需要太长 最多有一分钟 稍微给它整理一下就可以了 经过两次微波和搅打 蓬松絮状 融融的肉松就做好了 怪不得有人举报说 吃的肉松呢是棉花 确实很像 我倒觉得挺像羊毛卷的 咱们自己在家做呢 零添加健康有营养 虽然做的不是特别完美吧 但是相比前两次呢 已经是好了很多了 也欢迎大家多多指教 您还有做肉松更简单 好吃的方法吗 欢迎留言 如果您做的肉松呢不够酥脆 可以再重新烘烤一遍 这样肉丝呢会比较干一点 吃起来也酥脆 好 舅舅吃饭好了吗 好了呀 你饿了 饿不饿 饿了 饿了 赶快吃 妈妈 好 赶快吃 往中间走 好 坐 妈妈 我也把这里面全住了 好 赶快吃 好吃了你就要多吃一点 妈妈 我想跟爷爷奶奶 我想用松放在盒子里 我想爷爷奶奶分一点 给爷爷奶奶分一点呀 那咱们暑假回四川的时候 给爷爷奶奶带一点过去好不好 好 你快吃吧